以下是專欄作家吳呂南在《大紀元》發表文章 標題為《寂寞無人見》 今日,有人叫做國慶,有人叫做國殤 怎樣說都是一個萬家密面的日子 在新生時代,你究竟在10月1日感懷多一些? 還是在10月10日感觸良多? 今日倫敦的天氣是攝氏18度 密雲多雨,間中有陽光 香港天氣攝氏26度 密雲多雨,間中有陽光 在這邊,英國抗議的活動落地開花 今日的標題都是全球抗共反極權示威 倫敦中國駐英大使館前面有很多族聯合遊行 包括世界維吾爾人大會,西藏人社區組織,港援,香港思源等等 在薩頓,京士頓,碧仙圖,百明漢 由百明漢香港人協會,英倫好倫社會,英國港橋協會 前區議員優文進,前區議員許瑞宇等領頭 雷丁區的講者有鍾劍華博士,黃偉國博士,喬福,利物浦,列斯,諾丁善,雅士達,錫菲,曼赤斯斯特,紐卡素,格拉斯哥,柏斯,艾丁堡等17個大城市香港人集氣,不忘初心 心是香港,不容缺席,刻意為機,風雨不改 以全球反共,抵抗滲透為主題 各地聯合舉辦靜默示威展覽集會遊行 向當地人展示中共在香港的暴政和在英國的滲透 並呼籲聯署取消英國和中國多個姐妹城市的關係 香港人散入社區,落地生根,經已成為勢頭 沒有大台並沒有一個統領號令全英國的平台組織 雖然在無大台情況下,隱隱然又有一個共同的抗爭主題 誰說這是不合當呢? 除了不同的社運團體牽頭之外 具名的主辦者和嘉賓講者 例如邱文俊、許瑞宇、鍾建華、王偉國等 都是初到跪境 難得他們可以站在最前線 江山代有才人、引領風騷 開藏在英國為香港自由民主抗爭多面看 任重道遠、猶耳賴煙 廉月曾教授在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後 分析梳利出民主運動歷史喜樂的一些經驗 異見人士和被壓迫者一旦離開了本土 影響力就會躁降 各國的領袖人物一旦放逐海外 他們的光環大概會在五年之內就大大退色 魏京生、王希哲、胡平、吳爾開希、王丹、柴玲、楓松德 他們現在在哪裡? 他們都是當代令人握碗痛息 廢枕忘餐、念安危的抗爭精英 現在大部分都是落籍美國、疲態不露 有些感傷的是現在抗爭這一代 有多少人對香港民主黨的不認同和不原諒 犯了原罪一樣永遠不能翻身 已經坐牢正在受拘押、受審或限制出入境的 例如何俊仁、何秀蘭、李卓人、胡志偉、王碧雲、尹兆堅、林卓廷、趙嘉賢 這些人固然失去了言論自由的權利 流亡澳洲的許智峰和人在英國的李永達 都要上下求索去尋找建立話語的平台 民主運動、內控、分化、變節 又是自費武功的死穴 中共又是分裂臥底這一方面的老奸據 防止滲透是今日抗爭的一大主題 如何拿捏準成、不吻釀杯弓蛇影的懸疑氛圍 有待有心人運籌為握、捉鬼成功 三個多月前 我已經立心把借用多年的音響器材 黃散迫還給某一個組織 之後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已經不重要了 音響器材疲憊眾佔失靈 黃散卻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精品 全球石果緊存 繪有昂首端置的獅子山 在社民年牛哥創作的堅實巨山 戰轉落戶英倫多年來高高舉起 一人舉散千人舉散 雖千萬人吾往已人在抗爭在 現在傳承到新生一代 高舉黃散未亡初心 靠誰呢? 望斷固原心眼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立場